一命二运三风水 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名利讲堂 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 孩子面向有此特征 今生是来找父母讨债的 每位父母在孩子没出生的时候 都憧憬过和孩子共创美好的未来 一起幸福长久的生活 但是生孩子跟网上买盲盒一样 只有真的见到了才知道是惊喜还是惊吓 运气好的父母自然是能够如愿 有一个可心的孩子好养活有贴心 但是运气不好的父母生出来的孩子是讨债的 让父母操碎了心 一般来讨债的孩子面向大多有以下特征 遇上的父母要遭罪了 那么哪些面向的孩子是来讨债的呢 今天小酱之就和大家说说 一讨债孩子的面向特征 一连眉 两条眉毛连接到一起 印藤处都是有眉毛的 眉连交接 住场难觅 眉毛连接到一起的孩子 做事偏执而执着 从来不肯服输 但就是不听父母的话 性格执拗 做事不计后果 容易结交坏孩子 性格往往孤僻 难以合群 出事与正常的孩子不一样 二 招风耳 耳朵是肾的外翘 耳朵与肾气相关 如果耳朵薄而小的 则先天肾水不足 这也是未成年的孩子 看命运的主要部位 耳朵如果招风的 也就是两耳前照的 这是个性独立自我 不轻易被人左右的孩子 同时性格上也会更加叛逆 难以听进父母的话 三 嘴唇棱角分明 上嘴唇和下嘴唇都丰满有肉 嘴唇轮廓清晰 嘴角尖尖但不下垂 这就是常说的灵脚口 有这种面相的孩子 往往乐观开朗 而且不甘心于人下 争强好胜 对既定的规矩 不能很好的服从 叛逆心较重 四 鼻梁有情经 那么要多加注意了 说明孩子从小身体不太好 小病小痛很多 健康问题必须重视 而且这样的孩子缺乏安全感 非常容易受到惊吓 白天不敢和人深入交流 晚上睡觉也不踏实 总是翻来覆去冒冷汗 稍微听到一点声音就会惊醒 孩子也应惊一诈 做父母的心也很累 也要陪着他心惊胆战 五 耳背无瘦骨 瘦骨位于耳朵背面 纵向生出明显的软骨 孩子耳背有瘦骨 上部略弯 生得高耸 那么一生少病少灾 偶尔的小病小痛也不打紧 如果孩子耳背无瘦骨 那么就要多加小心了 孩子体弱多病 可能经常出现意外 三天两头抱去医院 做父母的不仅要细心呵护孩子 还要为他们行善积德 以减少意外美运的发生 真真是操碎了心 六 习惯性皱眉 小孩子的脸庞最是天真无邪 但有些宝宝脾气比较倔 三四岁的时候脾气就很大了 而且占有欲强 稍不如意就会皱眉 皱眉会引起肌肉牵动 形成一圈凸起的横肉 但子部位位于硬堂处 朱一生运势起伏 倘若小小年纪就开始皱眉 势必会影响今后她的运势 小时候只是经常性的不满 大了脾气更是杀不住 动不动就抱起 哪怕是父母也管不住 只能默默的在后面收拾烂摊子 二 讨债孩子的其他特征 一 生病频率高 来讨债的孩子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 隔三差五的生病 她要么是换季感冒 要么就是突然过敏 还有就是不分时间 地点的肚子疼 腿疼等等 经常把父母折腾得寝食难安 一颗心从早到晚挂在她身上 当然身体健康总是出问题的孩子 需要父母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 也不是孩子自己想生病的 但是因为它让父母的生活变得提心吊胆 没少给父母添堵 很显然就是来向父母讨债的 当他们的父母少则几年 多则几十年 而且都没好日子过 二 性格暴躁偏执 来讨债的孩子 往往喜欢发怒 急躁 显得不那么温和 有的时候 父母不小心说了 做了让他不满的事情 他可能就一言不合的发怒 对父母失去恭敬的心 甚至用粗暴的言行 让父母感到心寒 没少给父母添堵 不过孩子喜欢发怒急躁 除了有可能是他性格方面的原因 对父母不亲近的原因 还有可能是不会表达自己的原因 但是不论是哪种原因 这样的孩子在父母身边不够贴心 还是总给父母制造麻烦 所以他多半是来向父母讨债的 家里有这样孩子的父母 也别着急 找对原因 耐着性子教育孩子 相信孩子自然会给你很多回报 三 不知感恩 不懂孝顺 孩子不知感恩 不懂孝顺 有的是因为父母宠溺过度的原因 但除了这种情况以外 有一些孩子天性就是比较凉薄 不管父母为他付出了多少 他都不会放在心上的 父母如果对他不好 孩子也会觉得是理所当然 而父母为他倾尽所有 孩子也不会有一丝感动 这种孩子上辈子 大概就是父母的仇人吧 当父母的 无论为孩子做出了多少 都无法温暖孩子的心 四 一出生就是高需求 难养型 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几乎所有人都会觉得 自家娃是最乖巧可爱的 可出院回家以后 有些人就会发现 自家娃根本就不是传说中的天使宝宝 他们悲催地接手了难养型的孩子 和异养型的孩子相比 这样的孩子简直就是天生来讨债的 相当不好待 他们基本都是高需求宝宝 生物中不规律 经常都是白天很少睡觉 好不容易睡着了 又总是睡不踏实 经常有点动静 就会被惊醒 然后大哭 只要哭闹 妈妈就要赶紧去抱抱 喂奶 只要放在床上 就马上醒过来大哭 要大人时时刻刻都陪着自己 而且这样的孩子 往往比较敏感 情绪反应特别的强烈 容易大哭大闹 特别难哄 攻击性很强 此外 他们大多很难适应新环境 不喜欢接受新事物 5.自私自利 只爱自己 来讨债的孩子 还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就是嫉妒自私 只爱自己 不管是对外人 还是自己的父母和手足 都表现得极为冷漠薄情 他们以害怕伤害到别人 也丝毫不在乎 尤其是有些窝里横 外面怂的孩子 即使骨子里极度自私 他们总是将最好的脾气 留给外人 最差的态度留给家人 平时在家 只要不如意 就会乱发脾气 对待长辈也是没有礼数 所有人都必须让着他 满足他的需求 就连在外面吃亏 就连在外面吃亏回家以后 也是将所有的委屈和怒火 都创父母发 真是妥妥的讨债鬼 遇到这样的孩子 父母付出的越多越汉心 6.不思进取 只想着依靠别人 除了自私 来讨债的孩子 大多没有上进心 本该奋斗的年纪 却已经提前颓废 而一旦人的思想上颓废 就会整天地想着依靠别人 他们会逐渐变得懒惰 致贪图享乐 而不是趁着年轻努力 赚钱和提升自己 不管是买房买车 还是老婆本 他们从未想过自己去赞 而是指望年迈的父母 去下苦力赚血汗钱 甚至就算结婚以后 孩子丢给爹妈带 自己啥都不管 但却理直气壮地 继续啃朗 唉 探上这样的讨债孩子 谁都得叹息一声 这是上辈子欠他的 有些孩子 其实并非生来就是讨债的 虽然养育他们的过程会很累 但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缘分 其实也就是 见证一个生命的成长 陪他走过人生的一段路 至于原浅原深 在某种程度 与教养方式 事成正相关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秘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